最近,有一位名叫陈慧玲的香港女富豪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她被誉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因为她手中的资产高达7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更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收入来源。 据了解,大部分的钱来自于租金收入,每年可以进账数十亿元,让不少网友又开始关注豪门名愿,国内不法女富豪,甚至是百亿女富豪,不过这些百亿富婆当中有不少人目前是单身状态,有人是离过婚的,有人是早年丧夫,有人则一直没有谈过恋爱,但他们的生活十分精彩。 1.何超琼,60岁,何超莲的婚礼,让同父异母的姐姐何超琼也成为了焦点。 今年60岁的何超琼在2023年的香港富豪排行榜上排在第22位,身家高达3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61亿,虽然坐拥216亿身家,但60岁的何超琼至今没有生下自己的孩子。 1991年,已经被赌王选为接班人培养的何超琼嫁给了百亿富二代许金亨,但这段门当户队的豪门联姻只维持了9年。 两人在2000年离婚,其间没有生育孩子,离婚后的何超琼曾和英皇老板的小儿子杨奇隆传出绯闻。 最后无疾而终,也有传闻说何超琼是为了气度王才和杨奇隆传出绯闻的。 步入中年后的何超琼感情方面一直是空白状态。 他的感情经历中,至今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是年轻时和陈百强的相遇。 外界传两人是因为出身悬殊无法在一起,但60岁的何超琼还戴着当年陈百强送的耳环。 可见他对陈百强的感情,何超琼作为赌王家族的接班人,也是二房长女。 他早就说过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对他而言,家族带来的责任似乎比个人感情更加重要。 虽然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但何超琼认了一个干女儿,他的干女儿也生了孩子。 何超琼经常和干女儿一家聚会,不乏天伦之乐。 另外,二房的儿子何游龙也生了一个儿子,二房的二女儿何超凤也生了两个女儿,何超琼并不孤单。 二,何超凤,59岁,如果说何超琼是赌王去世之后,赌王家族的一把手,那何超凤就是赌王家族当之无愧的二把手。 何超凤是赌王二房的次女,知名度远不如姐姐何超琼,但却是赌王家族价值最高的公司掌管人。 据传二房在赌王去世后分到了500亿身家,何超凤的个人身家很大可能也超过百亿。 何姐姐何超琼一样,何超凤的第一段婚姻也是豪门联姻,嫁给了大马主和寿康的儿子何志坚,生下了两个女儿。 何超凤和何志坚虽然是自由恋爱,但可惜还是在2016年离婚了。 离婚后的何超凤一直没有再婚,感情方面和姐姐何超琼一样都是空白。 3. 梁安琪 63岁,梁安琪是赌王室第四位太太,为赌王生下了三子二女。 虽然她和赌王的婚姻没有法律的保护,但不妨碍她在赌王去世之后分到了百亿身家。 在2023年的富豪排行榜上,梁安琪虽然不敌何超琼,但身家也高达27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85亿左右。 在赌王家族上只有三个人上了富豪排行榜,梁安琪排在第二位。 不过梁安琪擅长投资房产,有媒体预估她的房产投资就高达几百亿,所以她的真实身家远不止185亿,而应该是400亿。 如果说二房是靠几个出色的儿女,那四房就是梁安琪在单打独斗。 梁安琪从一个舞蹈老师奋斗成百亿女富豪,靠世绝不只是美貌。 在得到赌王的青睐后,梁安琪一开始拒绝了赌王的现金奖励,而是要求跟着赌王做生意。 西梦瑶曾说过,梁安琪在九年内生了五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剖妇产,而且中间不需要坐月子。 除了生孩子一直在工作,可见梁安琪有多拼。 C.桃华碧 76岁,老干妈桃华碧出生于贵州一个农村,在20岁左右的年纪嫁给了一个地质队会计,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儿子。 但在26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因病去世,不但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还留下一笔债务。 农村出生的桃华碧并没有放弃生活,一开始靠干体力活养活两个儿子,还还清了债务。 之后凭借自创的辣酱从一间小店面做到了国内乃至国外文明的老干妈品牌。 2021年,桃华碧凭借老干妈上了富豪榜,身家高达90亿。 桃华碧最令人钦佩的一点还有她是三大坚持,不上市不参股不融资。 她曾说自己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思想也很传统。 桃华碧虽然身家近百亿,但一直没有再婚。 晚年她把老干妈交给了两个儿子李贵山和李妙行。 可惜这两个儿子,一个搞房地产因为烂尾楼差点影响了老干妈的声誉, 一个自作主张换了老干妈的原材料。 76岁的桃华碧只能重新出山,为老干妈直播。 5.徐峰 73岁,作为汤晨一品的老板娘。 徐峰不但是百亿富婆,也是金马奖影后, 在还没遇到汤晨一品的老板汤君年之前。 徐峰先是一位台湾女艺人,拍了龙门客栈,刺客和侠女, 两次拿到了金马奖影后,之后顺利嫁给了一位富商。 可惜这位富商因为好赌欠下了一大笔债务留给了徐峰去还, 而汤君年就是徐峰的一位大债主。 没想到汤君年最后喜欢上了徐峰, 徐峰也顺利成为了汤晨一品老板娘, 生下了两个儿子。 2004年,汤君年去世,徐峰十分悲痛, 一度患上了抑郁症。 传闻外界曾有人猜测,徐峰半年内可能会跟着汤君年走了, 但徐峰十分坚强, 在丈夫去世后接下了汤晨一品, 成为了幕后老板, 但徐峰一直没有再婚。 略,邝肖青,94岁,提到香港女富豪, 很多人会想到的是何超琼和甘比, 但其实还有一位94岁的老太太, 身家一度打败何超琼成为香港女首富, 那就是新鸿基地产的幕后大老板邝肖青。 邝肖青出生于广州富裕人家, 家里有染房, 父亲曾给他准备了一间房子作为嫁妆, 但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突然去世, 在邝肖青18岁那年, 嫁给了36岁的新鸿基创始人郭德胜。 新鸿基是香港最大的地产公司之一, 市值高达几千亿, 邝肖青婚后生下了三个儿子, 但郭德胜在79岁那年去世了, 留下了61岁的邝肖青和三个儿子, 虽然有三个儿子, 但邝肖青在公司的占股多于三个儿子, 所以他才是新鸿基一直以来的幕后老板。 可惜的是, 三个儿子这么多年来一直争闹不断, 94岁的邝肖青守着这个家守了33年还不能完全退休。 7.宗富丽, 41岁, 宗富丽作为哇哈哈集团的接班人, 曾以400亿的个人身家进入富豪排行榜, 是妥妥的百亿名院, 作为能力超群的商界女强人。 宗富丽的感情状况一直是很多网友关注的重点, 传闻宗富丽41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 爸爸宗庆后曾说过自己的女婿要求, 他希望能找到一个人拼好一点、正派一点、能干一点的女婿, 可以在事业上帮助宗富丽, 不过宗富丽本人似乎对婚姻大事并不着急, 出身极好的他从小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对他而言, 守护父亲一手打拼下来的事业似乎更加重要。 8. 吴亚军, 59岁, 出生一个普通家庭的吴亚军, 从小有着男孩子性格, 年轻时当过记者, 之后因为和家人买房子, 开始关注房地产, 到后来, 他自己成为了龙湖集团的老板, 身家高达百亿, 吴亚军不止一次登上胡润全球白首起家女企业家榜, 曾一度以千亿身家荣登女首富的宝座, 在2023年, 吴亚军以750亿身家位居第二名, 吴亚军早年和丈夫赵奎一起创业, 但可惜两人在创业成功后产生了一件分歧, 最后落得了离婚收场, 但吴亚军十分豪爽, 离婚时直接分给了赵奎百分之二十几的龙湖集团股份, 市值约200亿, 让赵奎成功进入了富豪宝, 离婚后据传赵奎找了一个空姐结婚, 但吴亚军单身至今, 就在去年年底, 59岁的吴亚军宣布正式退休, 卸任了龙湖集团很多重要职务, 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了, 虽然不在管事, 但吴亚军还是龙湖集团的大股东。